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好嗎?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投影片 你可能眼睛就亮起來了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呢 就是存錢跟投資的奧義 到底 之前講了那麼多進階的東西 我發覺大家最需要的可能 就是一個foundation 就是從一個最基礎的地方往上去 建構這個所謂你的投資的世界觀 所以從這一集 節目的開始呢 我就要開始跟大家做一些基礎的介紹 不要讓每次大家都看那個 四顆星五顆星難度超高 根本就不知道在搞什麼的 這個信用卡的混搭數 那現在我們先從最基本的 你要投資的話一定要先從存錢開始 先跟你介紹一些基本的概念 接下來呢你再繼續往下看 你就可以由潛入深 去學習到更多的所謂的投資知識 那我在這邊的話 也是把我自己花了這麼多時間 去整理出來的一些心得 然後整理成這個完整的簡報 讓大家去易於理解 所以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對你有幫助的話 一定要把它分享出去 然後讓更多的人去看到好嗎 幫助你也幫助我 就是這樣子 今天的主題呢叫做存錢投資傲益 有介紹到這個所謂的活儲定存的差異 然後呢還有基金 股票跟ETF 到底差是差在哪裡 所以今天的話呢我們先來個簡單的 入門的就是活儲 跟定存之間的差異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是悠悠班 但是事實上中間還是有許多的 妹妹桿你可以去注意的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吧 那在本系列的影片呢 你可以學習到的是第一個 就是活取跟定存 然後甚至還有跟數位帳戶之間的差異 到底在哪裡 這個今天會跟你做介紹 那麼明天的影片呢 單元跟你介紹基金 後天介紹股票 然後第四集的影片呢 跟大家介紹ETF 所以我覺得這些內容都是非常的扎實 而且對你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 你看了第一集之後 不要忘了二三四集要來看 有一些更基礎的了解 甚至我會跟你講 他的費用跟陷阱在哪邊 所以你就不要傻傻的 就被那些業者給騙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一定還是要來看 這樣你才有辦法就是 不會被當冤大頭 好不好 不要當冤大頭了 再來 今天的主題就是講 活儲跟定存的差異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 我相信 如果你有在做投資的人 你一定也知道說 你的錢當然是 比如說你薪水進來 你一定是先放在銀行的戶頭裡面 但是銀行的戶頭裡面有這麼多種不同的選擇 那麼有活儲 有活存 有定存 這些 到底有什麼差異 對你來說 你的錢有沒有差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很喜歡我們 就是 Logman分享這些資訊 你一定知道 我們一天到晚都要推這個 所謂的數位帳戶 那數位帳戶裡面 也可以做活存或定存 那數位帳戶如果沒有提供活存或定存的 高優惠利率的話 又怎麼吸引人呢 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麼 在講到數位帳戶之前的話 我們大家有的應該都是所謂的 普通的銀行帳戶 那普通的銀行帳戶裡面呢 其實你的一個完整的戶頭 你就可以做基本的所謂的活儲 或者是所謂的定存的部分 因為你錢放在帳戶裡面 其實就是一個活儲的狀況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活儲跟定存的定義 好來看一下這邊 其實活儲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其實活期儲蓄是給我們自然人 就是一般市井小民所使用的 這就是所謂的活儲 活期儲蓄 那如果你是法人的話 你會使用的是活期存款 那活期存款跟活期儲蓄 雖然說名字上不一樣 但事實上它的存款利率 還是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等一下我會舉個截圖的例子給你看 那存款利率的意思的話 一般情形就是這邊有寫到 活期儲蓄存款的存款利率 會高於活期存款的利率 好 因為法人的部分的話 他一定是有資金運用的需求 所以他可能就會放比較多錢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銀行你錢放多對他來說就是壓力 他就要放款了 想辦法去升利息給你 好 所以他這個部分的話 一般人 一般自然人存錢的這個所謂的利率 是可以比較高一點點的 那如果你是法人的部分 活期存款就會比較低 好 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我今天截圖的 好 這個是應該是6月6號 好 這個以下的數字截取是台灣銀行官網 新台幣存放款的排高利率 那麼你這邊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這個活期儲蓄存款利率 居然只有0.1 那如果你是活期存款的話 是0.04 好恐怖 怎麼會那麼低啊 好這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1萬塊錢放一年 好可能只有10塊錢吧 是不是 因為你的1%都不到 1%是100元嘛 0.1的話就是10塊錢 好所以你1萬塊在銀行放一年 活存的部分就是只有 這個剛剛講的10塊錢 超少的 好所以我覺得聰明人應該都是要放在 就是更高的地方 讓你的錢可以升利息 好所以你從這邊看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這個活儲利率 因為這個 美國這個量化寬鬆政策的關係 好所以 台灣的話也是不斷的在降馬 好那降馬的部分 對於我們在存錢的人來說 當然就很痛苦啦 因為我們的利息越來越低了 好那對於就是有借貸款的人來說 欸他就開心了 為什麼因為他的利率也跟著 往下降 好所以 有錢人都是趁這個時候 趕快去借錢再去做投資 借錢再去弄房地產之類的 好所以 這個就是所謂的 呃 加碼減碼 央行加碼減碼 對你的 儲蓄有沒有影響 或者是對於放款的人 好去 跟銀行借錢的人來說有沒有差 其實還是有差異的好 所以你從這邊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 而活儲的 這個利率真的是非常的低 好所以 你在這邊有跟沒有其實是一樣的 好 我覺得 還蠻糟的好 但沒辦法這就是常態 所以你的錢如果放在銀行的賬戶 但你都不去理他 也沒有做其他的資產配置的話 你可以拿到的就是只有這樣子的利率而已 好所以基本上都已經快接近零了 好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麼再往下的話呢 你看一下 這邊的話我們講到的是這個定存的部分 好那定存的話呢 其實他的利率就會比這個所謂的活儲還要再高一點 好那 基本上的話呢 這個定存有分三種 好最主要是整存整付 就是存本取息跟零存整付的部分 好所以如果你自己是很習慣使用定存操作 然後來自己賺一點這個所謂的微薄的利息錢的部分的話 你一定非常了解這三種 但是我也以防有一些新朋友不知道這三個是什麼的 我也特別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稍微介紹一下這個這三種之間的差異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定存利率的部分是多少好嗎 好這一樣也是在這個6月6號 就是在那個台灣銀行的官網這邊做截圖 你會發現這個定期存款的部分 你如果一年期的話你看一般而言的話 哇你一萬塊放一年多少 0.815欸 好所以就是連1000塊都沒有了 應該是說如果你是100萬的話 那麼你這樣拿下來才多少 8150 就連1萬塊錢都沒有 以前至少1%的話 100萬就是1%嘛 所以你1萬塊的話就是只有81.5塊 這超低的欸 我的天啊 好那以前就是都只是靠著利息而過火的人怎麼辦 他們的錢就是 呃 能夠領出來的錢就越來越少 他錢就越來越薄了 所以以前至少就是定存的利率至少還有1% 現在連1%都沒有 都一直往下降 現在叫0.815 我的天啊 好那你這邊會看到一個比較有趣的這個數 呃 應該兩個名字 一個是機動利率 一個是固定利率 好那這個 呃機動利率跟固定利率 為什麼機動利率會比較高 好我覺得 這個也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你 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差異 但是事實上 呃 應該是說 因為現在的利率變動 其實是應該是一季就會做一次調整 所以 現在的話呢 它可能機動利率會給你比較高 因為 對銀行來說它的成本比較低 因為當你的利率就是調降幾碼幾碼的時候 它的那個機動利率也會跟著調低 好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對銀行來說 他們會 呃經濟的負擔會比較低一點 但如果你自己是用固定利率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利率把它鎖住了 所以將來如果再降息的話 其實你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就是你這個存期 保證這個存期裡面都還有 所以你自己就要去衡量一下說 你覺得未來是會升息還是會降息 那你再來決定說 你自己到底是要用機動還是這個固定利率 好但機動利率一定是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它還是希望你就是把你的錢就是鎖在這邊 因為鎖在這邊的話 它其實要降嘛 它就隨便降嘛 你拿到的利息就直接變少了 好對銀行的成本來說是比較低一點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數字 你就知道說 機動利率一年期是0.815 那固定利率只有0.75 好這中間大概就是差了0.06左右 好所以 呃 差不多好所以你自己的話就是還是可以衡量一下說 這個機動利率跟固定利率之間的差異跟對你的影響也沒有大 因為你的金額如果越大比如說100萬200萬 那可能就有差啦 就是也是差個幾百塊 就是差600吧 所以你就是稍微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你自己的需求這樣子 好那這基本上的話就是所謂的定存利率 你看也不到1%就很低 好那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說定存其實有三種 四四有三種嘛定存也有三種 就是第一個是整存整付 第二個是存本取息 第三個是零存整付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前面這個所謂的整存整付的部分 如果你的資金至少一年內都用不到的話 比較適合用整存整付 以負利計行很簡單就是說 你1萬塊然後就是放進去整存整付 如果是0點 剛剛是多少 815 那你就是一年以後就可以拿到1萬塊的本金 再加上81.5元的這個利息 好 欸對吧應該是81.5吧 因為1萬塊的1%是100 對所以說是81.5 就還蠻少的 好 所以整存整付是很適合你有整筆錢 然後短期之內不會用到的人就把它存進去 好 所以整存整付的話其實 我有時候我也會用 因為那筆錢你就不知道幹嘛 那但是你又想要就是拿到最高的利率 這個利息的部分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丟成存整付 這也是很好去使用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保息 保本的一個方式 因為至少你本金不會減準 雖然說你拿到利息少的可憐 但是至少還是有啊 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存本取息 存本取息的話 我覺得它這個概念還不錯 因為它真的有點類似我們自己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FIRE一組的 這個所謂的退休金的規劃也是一樣 因為FIRE一組的話之前 在這個上一集的影片跟大家講過 就是我準備到1000萬之後 1000萬放在投資市場裡面 年滾出7%的利率的這個金額回饋 就是大概是70萬 70萬就可以讓我一整年過得很好了 所以它這個意思的話 你就是你用在定存也是一樣 就是說比如說你有一筆大筆的錢 比如說1000萬然後放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銀行嘛 那當然這是大額計算簡單舉例 不是一樣是0.815的話 那你1000萬大概就是可以拿到81500 是吧 好少喔 這是天哪這真的是差了10倍 那如果你有一千萬你不放投資市場 但是你只有放定存裡面 你每一年拿的利息差了這麼多 我覺得那你真的有辦法過火嗎 一年只能夠靠8萬塊過火 這好難喔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早期我們的銀行的定存利率有多少 幾十趴的時候 七八趴趴的時候 其實這個真的很適合 就是所謂的大筆退休人士 本金動不動的傾向 情況之下每一個每一年 每一個年度 他就會那個錢的利息就會 另外就是再出來 然後你就只要靠那個利息過火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早期 那個大家都很 一些老一輩的那些長輩 他們很喜歡使用的 這所謂存本取息的方式 但現在因為是唯利時代 所以我個人覺得 比較難去做這一招 雖然說這一招也是被我用在 將來的退休計劃 但是我就是放在投資市場裡面 就不是放在銀行的定存 因為越來越薄了 好那第三的話呢 就是零存整付 好零存整付的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這一個這個所謂的存款的方式 好它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剛出社會的菜鳥 手邊又沒有閒錢 又想開始存錢的人 好但你又害怕買基金 或是買定期定額買股票之類的 那麼你也可以使用 銀行的零存整付系統 那麼固定的把你的錢存下來 因為你投資到市場上面去 它有可能會虧損 如果你連這個三千塊五千塊的虧損 你都不想承擔的話 那麼你其實用零存整付 可以讓你每個月存三千 每個月存三千 那一年之後就是存三萬六 那麼再加上就是一點點的利息 好這給你 所以它可以讓你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養成所謂的固定儲蓄的習慣 等到你存了一年兩年之後 你有七八萬了 那麼也許你就可以考慮 整筆投資市場之類的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個很不錯的 一個所謂的理財的方式 就是看你要怎麼去使用它 對就是都是一個好的工具 只是說有基礎的應用 跟比較進階的應用 這部分的話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去抉擇 所以定存的部分跟大家介紹 到這個地方這樣子 好所以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錢到底都放哪 你是都放活儲嗎 還是你有一些錢是放定存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聰明的人 或是比較會思考的人 其實你就會稍微把你的資產做一個配置 不是全部幾十萬幾百萬 全部都放活儲 放活儲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的錢隨時可以動用 然後每日計息 然後可能是每半年給你一次利息 這樣但那個利息都還蠻少的 但定存的話就不一樣 定存就是綁一年 綁12個月之後 就是本金跟利息給你之類 好就看你的這個 所謂的選擇定存的方案吧 好 那一個就是錢會被綁住 一個是錢不會被綁住 這中間的差異 就是你的資金運用的靈活度上面而已 好 因為你的錢被綁住的關係 銀行拿去炒地皮 拿去做投資賺的錢 然後才把利息給你 好他就賺中間的利差 好就看你要不要這樣做 如果你自己都覺得這邊的都很差的話 你是不是還有更好的選擇 好這個就是我提供一個問題給大家 那現在來跟大家講講 到底你有沒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好不要傻傻的放定存 好嗎 也不要傻傻的放活儲 好你要當一個聰明的人 一個知道要最大化自己利益的人 那麼你要怎麼做 當然就是使用高利活儲的數位帳戶 可以嗎 但是高利活儲的數位帳戶 也不是完全都是優點 好我先醜話講在前頭 高利活儲的數位帳戶有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 你放在高利活儲數位帳戶裡面的錢 是屬於活儲嗎 所以它沒有辦法當做你的財力證明 所以如果你是家庭主婦 然後你又想要辦一些 時下很夯的信用卡 然後你可能沒有什麼 因為你可能沒有額外的工作收入了 那你可能就靠勞工 或是靠家裡面的人養 那你要怎麼樣才能夠辦一下 屬於自己的信用卡呢 你就必須要使用定存單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你儘管 微利時代很 就是存款的定存利息都那麼低 但你還是有值得一存的必要 因為你有存30萬的定存 或50萬的定存 對於你將來要申請信用卡 這財力證明的提供上面 是一個非常有利的證據 我很少看到有銀行不接受 這個所謂定存單的這個財力證明 所以你如果真的沒有穩定的固定收入來源的話 把錢做定存 並且把它當作是你的財力證明來申請信用卡 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的錢通通都是放在活儲帳戶裡面 大部分的銀行是不任列的 就算你有放三個月六個月 他還是會覺得說這東西可能不是你的錢 因為你隨時都可以移走 那對於他們在計算你自己的負債比 或者是你的還款能力的時候 他會有很大的困擾 所以大部分的銀行征省 他其實都不會選擇就是把你的活儲計 就是算在裡面 這個活儲的金額 所以高利活儲的所有账戶 雖然說他有免零貴 然後線上就可以開戶的很多很多的特性 但是他還是有缺點的 就是你放在帳上的這些錢 享有高利的同時 但是也卻失去了那個所謂的定存的證明 這中間還在於以兇的不可兼得 所以你們自己還是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錢通常都放在高利活儲裡面 或者是某些資金 你也可以比如說10萬20萬就放定存 就放定存 因為這樣你有一些證明 你將來要申請信用卡的時候 你可能會比較好過這樣子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其實我們市場上面 有很多的高利活儲數位帳戶 簡單舉個例子 A銀行1.1% B銀行1.2% C銀行2.0% D銀行居然來到2.6% 所以這些銀行他們 都是怎麼樣發瘋了嗎 居然給到這麼高的回饋 如果你有很常在關注寶可夢 甚至你有在我的 買我的新書的話 其實我在裡面都有介紹到這些 高利活儲的數位帳戶 所提供的一些額外的優惠 比如說跨行提款轉帳次數 然後或者是買基金有優惠 或者是一些無味不味的好康之類的 這個部分的話 或者有抽獎什麼的 其實都是高利活儲的數位帳戶 他們所額外提供的 這個當然也就是一般傳統的銀行賬戶 要領貴開戶的那種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自己還是可以去衡量一下 去知道說 到底A銀行1.1%是哪一間銀行 然後是不是適合我 要不要辦下來使用之類的 好 那ABCD四家銀行 其實我都有寫過文章做過介紹 但你現在如果還猜不出來 是哪些銀行的話 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不好 我相信你如果是我的忠實粉絲 你一定看到現在就知道 A是哪一家銀行 B是哪一家銀行了吧 ABCD應該都知道 再提醒大家一下 1.1%可以存上限為50萬 那B銀行的話 是1.2%可以存12萬 C銀行是2.0%的回饋可以存10萬 那麼B銀行是2.6%可以存5萬 你們有想到 到底是哪些銀行的嗎 當然你現在財總是不會中獎 我是不會給你獎品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 腦力激盪的訓練 就是讓你自己去知道 到底市面上有哪些 你可以開戶存錢的高利貨出的數位帳戶 好 這個是到2020年的6月6號 我拍影片的當下為止 都是有的回饋 那當然就是下半年 他們權益可能還會做修正 這就不一定了 但是目前有的優惠 我都已經跟你講了 如果你真的還不知道 到底我講的是哪些銀行的話 請你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好嗎 再來 這裡有4個QR Code 直接掃進去你就知道答案了 好 那你有喜歡的話就上車 就是這麼的簡單 我提供了4個很不錯的銀行 然後你們就可以自己去參考 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 喜歡這間銀行 再跟他往來就好了 那我們不同的 不同的每一季都會有 針對銀行的MGM 有做一些加碼 或者是抽獎之類的 喜歡就上車 不喜歡的話也沒有關係 去官網申辦都可以 因為重點是 你要擁有一個好的理財工具 好 有沒有跟團都不重要 重點是你要有一個好的理財工具 才能幫助你財務自由 所以這些銀行賬戶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樣的 好 就是你跟不跟團對我來說都沒有差 重點是你要拿到一個好的產品 然後來使用比較重要 好 但是呢 現在又來了 其實數位賬戶 你以為戰場就這樣子而已嗎 其實沒有 下一個戰場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這也是令我非常的引緊期待的 就是下一個戰場其實就會是純網銀的時代了 然後在2020年開始 這間銀行 將來銀行 Line Bank的沿線銀行跟樂天銀行 他們其實就會開始龍爭虎鬥了 好 到底他們要提出怎麼樣子的優惠 要來搶占市占力 會不會利用自己集團下面所有的資源 侵權力 然後來這個搶占客員 這個很難講 但是呢 已經很明顯的就是已經有一些銀行 就是私底下跟寶可夢在詢問跟接觸 所以我覺得這個競爭真的非常的激烈 因為他們居然想到就是可以先來找我 這個是令人家覺得受寵懦記 但是到底是哪一間銀行呢 不會跟你講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趣 我也很樂見其成 就是到底將來連線跟樂天 哪一個銀行會先就是開始營業 然後開始就是做第一波的活動促銷 我覺得這樣開始的話 其實2020年下半年 我們還是非常的期待 儘管疫情非常的嚴峻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說我們將來會往哪裡走 但是呢 我們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開個好的賬戶 不管是傳統銀行賬戶還是數位賬戶 來存錢 將來投資 退休靠自己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就是來跟大家聊聊就是活除VS定存的這個差異在哪裡 希望你能夠有所收穫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個讚 然後呢 把這支影片按讚留言分享 公開給你的這些親朋好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這個最新的理財知識 那麼我們就明天晚上10點見囉 好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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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